教育部的大动作来了 就是最近颁发了新的课程标准 三到十四岁的妈妈们一定要看一下 非常有利于你帮助孩子们做好学科规划 我整体读了一个下午 发现了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 这个逻辑和去年的双减政策 以及国家倡导的职业教育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今天先来看一下英语 首先看一下课时的变化 语数英三科里面英语的课时是最少的 只占到了6%到8% 很多妈妈在这会有误解 哎呀课时变少了 是不是以后都轻松了 我们来看一下英语学课的能力要求 之前分了五个级别 那这次呢只分了三个级别 级别减少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不用分那么多级 不用相应的考察和管理了 那考试难度有降低吗 原来中考的要求词汇量是1400个 现在呢是1600个 个别地区会增加300到400个词汇量 那一共就是2000个词汇量 难度不降反升 这意味着什么 重要的底层逻辑来了 自然谁选 以后想让孩子顺利过中考 上高中 英语很大一部分 责任在谁身上 在妈妈身上 在家庭的内部规划上面